够了够了可以过了 哎呀新娘好漂亮呀 哎呀好漂亮关你什么事啊 你怎么样你怎么走路了啊 哎呀你干嘛干嘛可以过了 没看到我们分车吗 还在你呦呦呦呦呦呦呦的啊 看到了所以我马上把小孩扶过这边来了 现在也够你们过了可以过去了 够过吗这么小的地方能够过吗 这辆车也没有多大是不是可以过了 怎么不大比这马路都要大了 你都不让开 哎呀你结婚有孩子 你竟然还想要我们结婚成婚啊 你这女人怎么这么恶毒啊 哎呀要干什么呀 哎呀你们两个 哎呀打人是吗 明明都让给你们了还要打我 嗯我们急死你知道吗 还有这小孩在那里哭哭哭哭哭 把他伸下去 你讲 你们五个等一下其实过了 我快算了吧道歉了就行了 算什么算啊 他跟我们道歉还差不多啊 什么我跟你 喂你干嘛 哎呀大婚一日搞 我个小孩在你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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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都不把他丢下去 你敢动一下我小孩试试看 真的是 给我道歉 道歉 我们什么身份我们跟你道歉啊 你再这一句道歉 关于什么身份 打他两八奖了我 哎呀没打人 我没打人 我没打人 我又不会吵枕 大喜一直 老公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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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还能说吗 加油 哎呀你怎么办 哎呀哎呀哎呀 别那样了新郎官 你干什么 大婚你干什么嘛 你到底帮谁啊 哎呀我一边都不帮我帮你啊 你陪着我 哪有你们这样子做起来新娘呢 那真的是那么嚣张的 谁啊 大喜的日子还在这里打人 我今天我就不给你过了跟你说 哎呀 小孩无奈啊 你不给 到底谁无奈啊 打电话给我们的表哥 我们村 我们表哥在这个村是最牛逼的 有钱有事 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表哥 打个你啊给个红包 怎么着 我帮你 给你的红包 给两百块 拿你们的红包去喂鱼还唱歌 那给个两百块给你 给你们留就不太用 你不要进去过去吃法酒啊 我跟你讲啊 那给你几百块 啊 金人数都费啊 行了吧 哎呦 打人一巴掌 就给一哥找是吧 我也打你几巴掌 再给你几颗掌行不行 老公是好歹啊 敢打我老公 哎呀 我就打了 今天是你们明明是你们不对在先的 这种女人 结婚了不起啊 你看就是欠罩 打也不怕 骂也不怕 是不是 我只能打电话了 打电话 打了 到时候我表哥出来啊 有的好果子吃 告诉你啊 喂 你表叔都没用 表哥 今天你出来一下 我刚好在你们村啊 这个鱼塘在这里 遇到一个婆妇 坚酸刻薄的那种 婆妇啊 你过来处理一下他 还推个小孩呢 我们不想跟他一般见识啊 带个小孩 我们不好动手 你先马上过来处理他 嘿呀 还不好动手 表哥马上下来了 真的 看什么办吧 说不定啊 他把你赶出这个村了 对 随便赶出去还不说不定 在我表哥没来之前 给200块你建好就烧 赶紧滚蛋了 你别拿这点钱来侮辱人 谁还没200块钱啊 真的是 给我道歉 我道歉你们今天 快快快 快 干嘛快 喂喂喂 表哥 你看我们今天结婚啊 他催生小孩子在这里哭哭啼啼 对啊 一点都不吉利 还表哥 你是他们表哥啊 对啊 小莫你干嘛 你故意来这里拦路啊 什么叫故意来拦路 他们打我小孩 还想把我小孩扔到鱼塘里面 就会与我还没说呢 有这回事 他在这里挡路 什么挡路啊 你看他这部车有多大 他们一响喇叭 我就马上把车推到旁边去了 他们还非要下来打我 还说要把我小孩扔到鱼塘里面去喂鱼 表弟啊 这就是你们都不对了 人家带个小孩 多么的不防备 不防备 你们非得就要对待人家 分明就是欺言太甚 你们这样说 他就眼红我们结婚 跪来拖小孩在这里 不然我们都回去拜堂了 我眼红你们啊 我眼红你们生小孩没屁眼 喂喂喂喂 老闹 听我说 你 Kanye 说这种话 对 你们这种人的人品就活该 生不出小孩 哎呀 不要说了 你们啊 我先批评啊 小木材说话是他的不对 说这种话是他的不对 问题是 这件事的关键啊 最可疑或少就是你们 你们如果不打人的话 不欺人太人的话 他们也不会说出这种话来 小哥 我是这样出来处理事情的 不是这样出来鼠落我们的啊 我现在出来就是处理事情 你们首先要 下面陪你道歉 大夫人啊 这样 你看 老哥 这钱你拿着 拿着 你们家就一直 降着你们家有几个臭钱 整天想欺负人是不是 明年 我让你 在我公司里面 做个总经理 总裁都不可以 今年这个钱 你必须得到 我们什么身份啊 我们道歉 没门 别忘了 今天是你们结婚 到时候啊 村子里面的人啊 知道你们这欺负人的话 各个出来 看你们这个环台 结 结什么结 还什么结 我们到来今天就不用结了 我们 他就连过去 把他们抓起来 我看你还 你干什么 看你还欺负人 真的是 干什么 你怎么那么欺负人呢 大喜的日子还欺负人呢 干什么 我今天就来个大姨妹亲 跟你说 表哥 你看你这个表哥 就应该好好教一教他们 怎样做人 真的是 放开我们 放开我们 你们现在啊 连三岁的症伤都没有 还结什么花呢 必须 今天我必须给你们好好上一课 不赔你道歉了吧 这个话你别想结啊 表哥 看在我们今天结婚的份上 就不要绑我们吧 不绑你们 除非你向别人陪你道歉 以后好好学一下怎样做人 我们没有错 错在哪里啊 还没有错是吗 刚刚我帮你 你还没有错啊 如果以后你们两个结婚了 你们生出来的小孩 你们也这样被人家对待 你心里什么感受啊 人家也把你们这样打一顿 你们心里没有什么感受 我跟你说啊 一山比一山高 别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谁就帮我解开 刚刚我错你们你们都不听 我都解什么解 我也看不下去啊 你们这么松 一个小孩都不放过的 还结什么婚啊 别跟他们说那么多 让他们在这里好好反省反省 我们走 别啊 别啊 不要走啊 大哥我们知错了 我们知错了 是不是我们道歉了 就可以把我们放开了 除非你们真的知道错了 成心回锅 对 成心 成心 先向小莫陪你道歉 小莫美女对不起啊 怪我一直冲动啊 不应该打你 小天女 还有你呢 对不起 对不起你 大姐对不起啊 我跟你们说啊 以后我回去啊 得好好改改啊 知道没有 我知道 知道了 今天是你们结婚的日子 也是你们 叫你们怎样做人的一天 跟你们说 我回去好好反省一下 知道了 给你走啊 还丢脸子了 给你走啊 下次再这么嚣张 真的是 把那钱上面拿走 对不起 给个红包刚刚杀到你小孩了 不好意思啊 这还差不过 给个红包小孩 顺利利健康讲讲啊 快给我长大啊 看着小孩份上 不理你那么多 咋了 没事了 我一定好玩学作人 成长谢谢你啊 没事没事 我让他们的 我都觉得丢脸啊 有这种表情 我让他们的 让他们先快去 谢谢你啊 老大呀 老大呀 哎呀 老大你怎么来了 家里那个老房子下雨塌了 我现在没地方住 我带你行李 我带你这里住一段时间行不行啊 住一段时间啊 是啊 哎呀 我妈妈你都知道了 我孩子多 孩子天天都吵 我怕吵到你休息不好 你老人家一定要休息好的 我就站一个角落就行了吗 哎呀不行啊 太吵了对你生理不好 你还是去找老外把老外他自己一个人没结婚 他没有小孩 你去他们那里住吧 趁现在天天还走 赶走不赶玩 现在赶紧去啊 赶紧来赶紧来 人家天天晚了 你也只忘不上了 我妈说这就 我妈说你那里住一段时间 我刚刚去找你哥想在你哥那里住一段时间 她又说看到里没有空的房间给我住 我想在你这里住一段时间行不行啊 哎呀我这里 你看我想装修这里啦 可能会吵到你啊 你还是找其他人吧 找小妹吧 小妹她毕竟叫出去她也不方便啊 你看我要装修 我每天要出去打工 没空叫看你啊 我就上了一个角落 给我睡个觉就行了 不行啊 装修这里哪有空币 没有空房间给你了 我里面也要装修啊 你还是找小妹吧 算了 你去找你的小妹了 生这么多儿子有什么用啊 一个都指望不上 哎呀小心啊 很浓吗 你干嘛 来来来请坐上 你干嘛拿这个行李去哪里啊 我刚刚去找你大哥二哥 想在他们那里住一段时间呢 他们两个都各种各样的理由把我推出门了 哎呀我现在没地方住了 你都不足够家里那个老房子下雨塌了 爸爸二哥怎么能这样子呢 自己老妈的不养 真没良心 我都想不到你看我辛辛苦苦把他们两个养那么大 又供他们读了大学 给他们娶了老婆 你看看 他就后来就要来对我 当初到家里 放心他还有钱 你看银河卡我都带来了 你还有钱啊 我告诉你 其实刚才啊 我是骗你大哥二哥他们的 那个房子不是塌了 是现在人家要弄那个乡村改造乡村 好把我们家老房子拆了 我们家老房子在那个拆迁范围之内 补了九十多万啊 这样子啊 是啊 我就看看哪个哪个真心愿意养老 给我养老 我这个钱我就给谁 你看我刚从你大哥二哥那里出来 他们一个都不愿意养我 哎呀老妈 你愿意 你拿着这个钱 这个是养老钱 我不要你的 就算是真的他老 没有 如果没有这个钱 我也会养你的 我知道你孝顺 你看你从小就真的很懂事听话 现在既然你愿意养老 那这个钱你就必须拿着 就当是老妈 我在你家吃穿住行这些 都是需要花钱的 哎呀老妈你说的什么话 你是我妈 我不要 你就在我家住上来 是不是 我怕 我怕人家会不会说闲话 说什么闲话 是不是 你是我老妈 真的是 好了就在我家住下 这个钱你自己拿着 这是 你要养老钱 有时候需要用的 好好好 看你这个房子也破旧 刚才这样吧 妈就做主 这笔钱 我们拿来把这个房子重新担心一下 这样 老妈住得也舒服一点 是不是 好吧好吧 我进去煮饭给你吃了 这年头你看 生那么多儿子有什么用 还说 还说什么养儿防老 养儿防老 你看我生了两个儿子 最后还不是一个都不愿意给我养老 还是女儿好啊 女儿真的是贴心的小棉袄啊 女儿好 来来来来 你来来 那你听吗 你这你这你这你 可以发青了 好 发青走 走走走 照青女儿 撥出去的水 走 走啊我们上车了 先挡一下 我去做事件 走走走走 挡一下 我们这里有个习祖 上车一定要上车费的 上车费我们这个 不是那个红包 那个红包 这个红包也在那里 这个红包也在那里 你看 红包就是了 上车费 这红包是多少钱啊 一百块钱一克你看好 对对对 我们这里上车费要十万 你给个一百块钱 算几个意思啊 不会吧 我没有听你说上车费要十万呢 是啊 不是说意思意思就可以了 什么意思意思 既然你娶了我们这边的女儿 要入乡随俗 嫁机随机 你知道吗 所以你必须要尊重我们这边的 新俗 那十万是不是也太多了一堆 对啊 相当于差不多一半彩礼了 是啊 什么一半彩礼啊 我们彩礼也也是才收你这二十万 人家隔壁二牛家 还收个八十八万啊 这个也不能跟你家攀比啊 是不是 这不是攀比的上车 不是要给上车费吗 给了那我们给几个红包 我们那边都是一丝一丝给个红包 淘个红包就行了 是啊 你也知道我们的家境啊 也不容易啊 就是嘛 那你也知道我们养养到一个 那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妹们也不容易啊 从小的爸妈就就找了找了找就靠我跟他 他大哥一把死一把那把他扶养长大了啊 现在我们要多了一点点那个上车费 我们过分吗 哎 亲爱的 我们这边上车费都是十万起步的 我们十万已经算少了 怎么连你也这样啊 是啊 我们你看你跟我弟都多少年了 谈了那么多年了 我们家家境怎么样你也知道 而且我弟对你怎么样你也知道 你们这边也是一个农村 我相信农村的上车费没有那么贵的 我知道你们不容易 但是我的哥哥少了 也不容易他们养我 所以说十万上车费也不也不多啊 你们就想想办法吧 爱情不是用来经常行量的是吧 那没有爱情的基础 那你这个婚姻会长久吗 再说嘛 我们养他我们容易啊 我们把最好的 最好的全部都是贡献给他 我们他大哥考证大学啊 他自己宁愿撤学 把这个上大学的机会让他妹妹啊 现在你们的一点都不懂我们做大哥大手的辛苦 要不这样过完今天明天给你们好不好 这个及时快要到了 你这红包就相当于上车费 等下到明天我们把所有的程序都走完了 明天再拆红包也给你凑那十万 今天实在太长处了 明天再给行不行不行 不行 大嫂要不去说了吧 你看这个及时也快过了 你也知道这及时快过了啊 我们我们有我们这边的习俗啊 想要娶我们这边的女孩子 必须要按照我们这边的习俗来找 那你们也该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嘛 那突然又来来个十万 我们哪里一下子哪里凑得了那么多 我们这边最低就十万几步了 我们不喊价 所以说我们以为你们知道 你还想喊价 你当时卖物品啊 那现在所以说不喊的都是最低价了 那我也没结婚那么多年 我也去参加过那么多的婚礼了 你见过有那么多 要那么多上车费的吗 那你参加过我们这边的婚礼吗 没有吧 我们这边真的就要那么多 我们以为你们知道的 我去车厂凑一下 看看还有多少 来个十万块 你们都拿不出来 还取什么啊 真的是 哎呀你这么说 你这是卖了你妹啊 这是什么是卖的啊 当初你们说的要买房 我们也买了 全款买了 你要求的在我们房子下面 加上你妹的名字 我们也加了 我们是卖的 我们就不会喊这么低了 人家还喊 八十八万一百万啊 我们也要全才三十万 我告诉你 十里八乡的 我都打听过了 人家的彩礼 最多就十万 我们现在给足了二十万了 那你这怎么不取十里八乡呢 你孩子大半要娶我妹啊 那又不是看见他们两个谈了那么多年的份上 你以为我愿意啊 那你现在可以不取啊 你这什么意思啊 别跟他们吵了 还他们给不了钱 今天就别 这个花就别选择 可以可以可以 闺一不能破 可以可以可以 这里车厂刚又臭了 一万块 你先 你再就这一万了 你都十一点一万钱 没有十万万人 是想上车 哎呀 大嫂你看 人是活的 规矩是死的 只要他们有这个心就行了 就是了 你要我们过得幸福就行了 要不就先让我们回去 你口口声声都说 为了你妹的幸福 为了你妹的幸福 那你要知道 你现在突然加十万 就算我们能给你 到时候 你妹加过去 还不是要一样跟着一起还 大道理我不懂 我只知道 我们心心服务 把他所养的 那还攻他读书 我们也不容易 总之一句话 请我妹怀疑 必须再加到十万的 十万块钱上周费 要不然的话 今天这个还不要解 你们不容易 也不能算到我们头上来 是不是 大家都不容易 我们两个地 我们就容易了吗 关键是不给的话 等下三公六婆的笑话 我们整个村子里面的笑话 我们这规矩不能偷 知道吗 这说规矩是死的了 人是活的 你就不能变通一下 老祖宗传承下来了 十万就十万的 你又凑我一下就行了 既然想娶我们这边的姑娘 必须要按照我们这边的技术来找 小林我问你 你看是听你哥的姐的 还是听我们的 今天我要为我的爱情 我自己要做主了 我一定要嫁给他的 你嫁给他的话 我们今天就跟你们断绝关系 你永远不能靠近这个家围墓 你不要拿这种来威胁人家 还说是妹呢 我看现在你们就是 明白着要讹诈人家的钱 你也真的是 啊 我跟你大哥的 心心肤肤把你车眼大 你这样赤里扒外跟你说 什么叫赤里扒外啊 现在就是 他又不是嫁了永远不回你们家了 爱情能当败子吗 你竟然为了爱情 你就抛弃了我们这个情形 你联系过得去吗 为了你知道吗 我跟你够啊 至今都没有要自己的小孩 我这不是抛弃 那我要为我的婚姻做主啊 是不是 你要真的是为他好 你真的为他想一下行不行 你要那么多钱 到时候他也是要跟着一起还的 又不说再说了 又不是嫁给我们家 他就跟你们断绝了关系 我们又不是要这个钱 到时候我们都要 又以这个价格的 这个十万的生活费 我们把它送回去 因为我们不要啊 谁知道啊 说不定千早进了你们 你这样想的话 今天这个环境不要结了 我这个都大搞的 我再决定了 你结不结不行 你说了算 你说 不结就不结了 结啊 我要结 结什么你这个吃里扒外 还回去 今天算是我下了一点啊 看上了啊 你们这样家庭 哎 你们这种 你做一句话 新娘子做决定 结不结不是由你们说了算 你说 你要结就跟我们走 不结的话 你跟你哥嫂回去 讲生由父讲少由母 我们说了算 能不能他说话 嘿 大哥 他要结啊 结怎么结啊 大哥 他要走回去要结啊 喂 放开我 可以啊 哎呀 怎么谈到这种家庭 还好啊 哎呀 这不是拿自己的妹来赚钱啊 真的是 对啊 这种家庭是 嘿 算了 回去了 算了 以后 少是给你找到一个好的 那先要回去 人家会不会下 一百多周啊 怎么搞 没办法啊 就当是我跟他哥结婚十周年 请乡亲们吃的一顿 算了 走了走了 那对 走走走 哎呀 小莫啊 你看我家 大胖孙子 哇 就脸 肥嘟嘟的 多可爱啊 长得多像我啊 哎呀 你看 你有福气 我家这个也是 还对你笑呢 哎呀 对我笑有什么用啊 又不是我孙子 这只能怨你 命不好啊 就是啊 你看我这么年轻 就当奶奶了 还抱了两个孙子 哎呦 虽然啊 我们三两 感情这么好啊 但是我也希望你过得好啊 你那儿媳妇 真的是 中看不中用啊 该那么矮 哎 又没屁股 当初我们两个去喝喜酒的时候 我们两个都在那里低估着 你媳妇啊 替一胎能不能生个村子出来 你看 真的是 一胎就是赔钱货 哎呀啊 我看他每天穿的花枝招展的 他还想招惹谁啊 啊 一点富道的不少啊 在我们农村啊 可遥不得他这样子乱来哦 谁说不是呢 当初我儿子把他带回来的时候 我都说了 他又矮又小又没屁股的 我说啊 真的是 生小孩都难啊 你看现在真的是被我说中了吗 你知道吗 当初他生 生这个赔钱货的时候啊 还跑去医院那里 给我花了五千块钱啊 哎呦 还去医院生啊 我儿媳妇就不一样啊 躺在家里面啊 躺着躺着 他就 就生出来啊 去连去一样的钱都爽了 你家儿媳妇啊 那么娇贵 是啊 我家的也是在家里面生的 哎呀 小莫啊 又不是我 我跟你这么多年的邻居份上啊 我就丑话说一句哦 你那儿媳妇啊 要不得啊 离婚 最好是离了婚 离了婚啊 我还能介绍我那个 大姨妈的女儿给你 给你做儿媳妇 那个屁股大大的 还听说啊 能一胎能生个 生抛他儿子的那种啊 真的假的啊 那肯定是真的啦 你看看 我的 我家儿媳妇都能生出孙子出来了 哎呦 还有啊 他那边那姨妈呢 女儿不行 我这边的三姨妈四姨妈 还有女儿大屁股的 家里不离婚啊 哎 你啊 我看你啊 都没脸走出村口了 如果家里不离婚的话 还是生抛钱货 我看你没有那个福分 抱小孩了 说的也是啊 你看我这 黄土都埋到脖子这里来了 哎呀 还要我等多少年啊 我什么时候才能 抱上大孙子啊 干脆啊 等一下回去 马上见你儿子 跟你 媳妇离婚 是不是啊 对 就是要离婚 这种赔钱货啊 不要也罢 找你找找 他自己是赔钱货 给我生个孙 还是赔钱货 哎呀 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 排斥我家那么多老人 哎 妈 太阳这么大 在说这里蚊子这么多 怎么抱小孩出来啊 还没说你呢 你看看你 一天到晚而已啊 穿得花枝招展的 高雄是非的 你真的是 林克太女还要穿高跟鞋 我这不是刚下班吗 还没来得及换呢 还说什么 抱回你小孩 你的赔钱货 我不帮你抱呢 怎么赔钱货啊 搞得我一天到晚了 没脸在村里面待啊 你看 哪个不笑话我啊 生不出大胖生子啊 都怪你这个肚子 那生男生女 又不是我决定的 再说现在男女平等 我不管你 我告诉你啊 生不出儿子 你就不要在我们家待着了 我看你这个 矮矮小小的 又没有屁股的 肯定是生不了的 回去 跟我回去 跟我儿子离婚 走 这很事 妈 你轻点啊 妈什么妈 儿子过来 老妈怎么了 你妈在外面丢了大脸了 都怪你这个媳妇啊 谁敢让你丢脸啊 你老婆 不对 不是老婆了 你今天必须跟她离婚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刚刚啊 抱着这个赔钱货债 好不容易去外面坐一下下 哎呀 左邻右寿的人 都指着我的脑袋 说我家生不出孙子啊 你说说你娶的这个老婆啊 带出的叫你不要娶了 那生男生女 又不是我能决定的 再说日子是我们两个人过的 管别人说那么多干什么 哎呀 妈说对呀 都怪你啊 生不出孙子来 让我老妈丢脸了 你看看你的肚子啊 吃了我们家多少只老母鸡了 哎呀 一点用都没有 屁 儿子不管他那么多 今天必须跟他离婚 老妈已经给你打听好了 那个 你那个燕姨那边啊 有一个大屁股的 到时候老妈给你娶回来 一胎保证给你生个儿子 真的啊 离婚君 那行 离什么离啊 你日子是我们两个过的 你怎么老是说我妈说我妈说 能不能有一点男人的组件啊 担当啊 哎 我老妈把我养的 容易吗 我肯定听我老妈的了 就是了 哎呀你真的是 正宗的妈保男啊你 哎 再说了 老妈只有一个啊 老婆可以再娶嘛 那行 既然你把话说的那么绝了 这我离定了 必须离 晚上我待在这个家里面 也不会幸福的 马上离 赶紧 抱着你要陪钱换 儿子赶紧去 一回来 老妈马上给你取那个大屁股的 真的啊 快去去去去 我听你的 哎呀 哎呀 看来我抱大孙子啊 指日可待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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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儿子 等一下啊 先求着他回家先 他现在啊 还年轻 要是能把他哄了回去啊 说不定啊 下胎啊 你们就能生个儿子了 行 老妈 我听你的 哎呀 你看 之前都介绍了那么多个了 哎呀 想不到那现在女孩子 那么现实的 哎呀 看来还是原配的好 是啊 我也觉得小林啊 那行 老妈先叫他出来啊 好 儿媳妇 儿媳妇啊 谁啊 哎呦 哎呦 亲家公啊 谁是你亲家公啊 岳父 哎 谁叫你岳父啊 哎呀 是我 我女儿啊 当初真的瞎了眼啊 才嫁给你们 哎呀 现在不是来 叫他回去吗 我你说叫就叫啊 你说离就离啊 哎呀 儿媳妇 婚都离了 我不是你的儿媳妇了 哎呀 婚可以离 那也可以复合啊 是不是 是啊 我老妈说对 我们赶紧去复婚吧 什么都是你们说了算 哦 想离婚就离婚 想复婚就复婚 把我们当做什么人了 我们是那么随便的人吗 哎呀 哎呀 不瞒你说吧 我儿子啊 自从离婚了之后啊 那些三姑六婆啊 也给他介绍了不少 可是那些女孩子啊 哎呀 不是嫌弃我儿子 是妈宝男 要么就嫌弃我们那个家境啊 现在连老婆都找不到了 想想 还是小林好 意料之中啊 像你们这种家境啊 你儿子这种性格 什么都听你的这种 啊 你们会找到一个好女人 佛女人 能嫁给你们啊 我现在到后维持了 哎呀 哎呀 你看 他们毕竟也生活会一段时间 对不对 而且啊 最主要啊 他们两个还有个女儿呢 是不是 你忍心让那个孩子 生长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里面吗 是啊 我老妈说对 为了小孩 你们还是去复婚吧 哎呀 我跟你说 低质量的婚姻 还不如高傲的单身 我就算打工过一辈子当女姑 我也不会嫁给你这种妈宝男 哎呀 儿媳妇啊 这些都是老妈的错 老妈就不应该听信那些 三姑六婆那些长舌妇 那些怂恿人心的话 当初啊 老妈就是跟他们聊脱了 再听信了他们的谗言 才把你给赶出去了 现在老妈知道错了 你给老妈一个弥补的机会 行不行啊 是啊 我老妈知错了 你就给我老妈一个机会嘛 说什么也没用跟你说 啊 今天啊 这件事情 我做主的 绝对不允许 你们复婚 哎呀 女儿啊 你看着办 复婚是不可能的 拥有的时候 你们不懂得珍惜 啊失去了才懂得后悔 你以为我是个商品啊 想买就买 想卖就卖啊 没可能跟你说 你这种人就活该光过一辈子 你们两个过路中老吧 哎呀 儿媳妇啊 哎呀 万事好香凉啊 哎呀 儿媳妇 哎呀 老妈 这这怎么办啊 老妈也不知道啊 看了那么多个 现在想一想啊 还是小林好 可是她都被老妈给气回来了 老妈也没办法了 都怪你啊 老妈 当初我就不应该听信你的鬼话 说给我介绍大病苦了 你看现在好了 老婆老婆没有了 小孩小孩也没有了 哎呀 我也不知道结果会变成这样啊 老妈 你不给我娶个老婆啊 我以后我再也不认你了 哎呀 别啊 儿子 哎呦 这个怎么办啊 哎呀 看来以后啊 真的是不能有这种重男情女的思想啊 哎呀 都什么年代了 还听信那些长蛇妇们 哎呀 哎呀 儿子啊 等等我啊 哎呀 哎呀 你不要命了 老公快来啊 我担不住啦 担住 哎呀 你怎么要担心啊 为什么要担心啊 你叫你也不要命啊 你叫你也不要命啊 哎呀 你也不要命啊 哎呀 哎呀老公 老公开开 哎呀 走不了啊 哎呀 你不要命啊你 放开我小孩 你叫你也不要命啊 哎呀 哎呀你老公你怎么妈妈没用啊 哎呀 放开我小孩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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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要命啊你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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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老公没用 放开我小孩 放开我小孩 放我放我放 放开我小孩 老公去担担 我来担担 哎呀 你害的死担了我啊 你这死你了 不要命啊 哎呀 你敢 搞我了我 放开我 哎呀 糟糕 放开我 放开我 小孩 放开我小孩 哎呀 放开我 放开我 原理啊 放我吧 放我吧 你放我吧 你了 你放我吧 你 放开我小孩 放开我 你放开我小孩 放我小孩 放开我 好酷 哎呦 喂 干嘛你们 干嘛 放手 放手 小莫 怎么回事 你一直走啊 我抢我小孩 救命啊 抢小孩啊 别跟我 我抢 喂喂 抢小孩 哎呦 干嘛 你干嘛 抓小孩啊 抢小孩是不是 哎呦 叫人啊 站住 站住 干嘛 干嘛 喂喂 不下来 不下 夹屋子 夹屋子 什么夹屋子 你们两个 她是我老婆 什么你老婆 想我们村的 我们不知道吗 不是 她是我表手 你别小那么多了 下来我跟她离婚了 我想要那个孩子 扶养权 对对对对对 正眼说下话 你们两个啊 在这里抢我的小孩 为什么要抢我小孩啊 说 我帮你看小孩 帮我看 我小孩好分端的 让你看吗 我怕有坏的事 我帮你保管 你就是坏人 你这么你们两个 什么事 太圈人了你们 现在要抢小孩 没有没有 放电话日子 让你一定要抢小孩 还要抢 我没有 你还要抢 打了 打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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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为什么要帮我小孩 哎呀我想 我跟我老公结婚 几年没有小孩 想帮小孩回去养 对 哎呀 还不说老实话是不是 哎呀 去车上看要有什么东西 说不说 说 说不说 说不说 不说 我打死你们两个 卖卖卖卖 卖什么啊 卖小孩 卖机关 哎呦 卖你们两个 嗯 去卖机关 打死你们两个都不 打死就 打死就 打死了 哎呦 真的是卖机关 你看 心脏 三百万一个 哦 圆角模 哎 八十万 你们两个上阵天良的 上阵天良的 怎么不卖你们小孩啊 这里都做了十五单了 哎呦 哎呦 我们有点联系了你们 我们十几个家庭 就这样被你们毁了 你们这两个坏蛋 快痛了 看看我们妈妈 我们家里还有个小孩 跟你的一样 你也知道你有个小孩 你为什么不能 不能对我想想啊 你为什么不卖你的小孩啊 我这样有钱 真的是 我这样有钱 对对对 你们当医师业 被医师业 是要你们的充钱啊 不是我们也不是没得逞啊 对啊 你还想得逞啊 你都得逞了十几单啊 你这个人的自己也不用命啊 为了小孩 你都不要命啊 我告诉你 我为三十好几歪才得 好不容易才得这个小孩 为了生这个小孩 我差点我就死在手术台上了 你们上来说抢就抢 说卖就卖 女子粉丝啊 他这个是为母着缸啊 你们这两个 好了 人家好不容易生个小孩 你们就下来 抱着人家了 你要人家怎么活啊 你还说你有小孩 你还怕有救母亲吗 你这个人 都快年了 孩子就是他们的全部啊 对你们说 还看婚车来做阿姨 他就是换饭的 对啊 他就换报警 你快点 我怎么是主马达教我的 你就真的是大大零都高兴了 在我们村里 发现两个人贩子啊 光年花日子 要居然请小孩啊 现在被我们制服了 对对 你们快点过来哦 好好好 咬了我们了 各位咬了 你咬了人家吗 他就像大把钱拿去分了 换了钱 这个是账款 饶了你 谁饶了我小孩 真的是 要不你们这样一只眼闭一只眼 或者跟我们一起干 我们发大财 还要 还要 我们才不跟你们同流好 我 死不回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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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真的是 整个人啊 看看 看看他们的兄弟 对 一号 你看 既然这一个都有账户了 那肯定还有上下加等 你们两个 有没有 有这样带你们发财 不要说这种 没钱几百万 哎呦 你刚才跟你跟 哎 我去叫你们的臭钱 我会打断 让他们去警察局里面 把上下加也 一锅吞了 对 经常才取得有道 真的是想这种办法来 这种方式来赚钱 真的是黑心了 你们两个 可以哦 今天叫他 说不就 站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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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莫啊 你也是那么大意的 带个小孩来这里工作 哎呦 没办法 家里没人了 又不做又不行 哎呦 这放他一个人在家嘛 我又怕他哭 等一下 但是 我真的为你这个 伟大的母亲 母爱啊 点赞啊 真的是为母浊刚啊 哎呦 今天还真的是感谢你们呢 哎呦 那两个人 你都干不过 你要死死地拉住他们 真的你为了小孩 连你的命都祸出去啊 他就是我全部的生命了 我全部的希望都在这里了 那也要注意一点了 行行行 好我们现在去 作证 把这个证据也给警察 走 来